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卫星互联网的收益绝不仅仅是轮船上几美元一兆的流量费用 想要理解卫星互联网的意义 首先要明白两个东西 平谱和鬼位 所谓平谱是指电波在太空和地球之间时 会因为距离大气层等等的关系被削弱 其中可供人类活动应用的那一段平谱是十分有限的 即使只有这一段平谱还具有排他性 就和当年的波号上网一样 上着网就不能打电话 想打电话就要断网 但移动通讯电视信号等等一系列事物都需要占用平谱 可见这一资源是多么珍贵 而对于这种资源 各个国家之间分配的方式竟然是先到先得 根据外层空间管理 哪个国家优先向国际电联申报 就可以获得优先使用权 于是在经历过军事备战后 美国和俄罗斯几乎占据了全世界80%的优质评断 虽然在后期也出台了一些调整政策 以防止拥有高科技水平的发达国家 获取过多的平谱资源 但关于平谱资源的争夺还是愈演愈烈 此前中国的北斗星二代卫星系统 就曾经和欧盟的伽利略卫星系统 发生过平谱上的争夺 在国家内部组织企业之间也会产生一样的竞争关系 至于轨位就更容易理解了 卫星在运行中必须占据某个轨道位置 其中有位于赤道上空的对地静止轨道 有SpaceX想要放置卫星的近地轨道 还有距地更遥远的中轨道等等 不管哪个轨道及空间资源都是有限的 目前现役卫星的数量虽然还停留在四位数 但这两年太空商业开始加速发展 未来的竞争一定会更加激烈 看到这里SpaceX ONRAP这些企业的行为就很容易理解了 相比快八毛的通信费用 兼用一项看似可行的业务 占据住轨位和频段才是正经事 拿ONRAP来说 目前ONRAP已经通过了国际新联的批准 使用上了卡波段和库波段 虽然这两个波段的速度和通讯质量比不上 大部分地面运营商使用的C波段 但拥挤程度却比C波段好太多了 马斯克在新链项目中也提到了 要使用目前较为冷门的Q美孚波段 卡莱是想占据另一波段 彻底避开和ONRAP以及其他运营商的竞争 这样的雄心和远见才是马斯克真正的疯狂之处 当普通人还在仰望星空时 SpaceX正在一点点占据未来人们可能需要用到的太空资源 可惜今天的我们没有一丝丝紧张的情绪 还在幻想卫星互联网能不能帮助我们登上YouTube 更可悲的是从目前的可行案例来看 想在地面上接入卫星互联网 需要当地基站接入上卫星互联网运营商的中转卫星 所以你觉得马斯克能帮你登上YouTube吗